你好 欢迎收看12月20号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为了整合高龄化社会老人相关福利资源 减轻民众照顾家庭负担 台东县政府争取投入大约有1.8亿元 来兴建乐陵社福大楼 在20号举行动土典礼 县长饶经理表示 乐陵大楼预计在113年12月份可以完工 未来要整合各项社福资源 提供全灵照顾的社会福利服务 由社会处的志工带来精彩的开场演出 为今天的乐陵社福大楼动土仪式揭开序幕 台东县政府有建于县内的社福单位 四处分散 为了整合高龄化社会老人相关福利的资源 并减轻县民照顾家庭的负担 台东县政府向中央争取了1亿元的经费 再加上县府的滞筹款项 合计1亿8千多万元 要兴建全新的乐陵社福大楼 并在20日的下午举行动土仪式 请动土第一产 开工顺利 而县长劳清凌也表示 未来工程完工后 将带给县民有更加便利的洽工环境 以及相关的社福活动空间 这栋新的大楼里面 可以包含所有我刚刚住长所说的很多的业务 大家可以在一个地方就可以很方便的在这里开会 沟通 那么去做很多的未来我们的社会服务 所以我们也就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预算呢 从1亿增长到2亿 所以县政府其实投入了相当多我们自己的预算 在建这栋大楼 那我们也很高兴顺利的发包出去 有我们非常信任的厂商 那也非常成功的顺利发包 那我们预计公期将会两年 那这两年的过程 当然也希望大家就很辛苦 因为第一个是我们这边的小农 终于找到一个地方 可以再继续 早上也可以贩售早逝 做一个资产滞销 那么我们的工作呢 两年之内其实会相当的辛苦 但希望就是能够在落成之后 大家有一个新的大楼 大家可以在这边更多的业务联系 更多的工作在一起 台东县社会处也补充 未来的热林大楼 将提供从健康到失能的长辈照顾服务 包含了日照中心 家庭照顾者喘息据点 长青学院 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老幼共餐厨房 以及公共托婴等空间 并提供在地共餐 多元学习等专业服务 让整个场馆都变成是 全灵向可使用的空间 记得陈吉林台东市报导